哈囉大家好我是PFY 來首先說明一下這支影片是我事後陪影的 所以可能聲音上面會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講內容的部分 來一樣呢我們是玩都更流的部分 可以看到一開始就直接把對方砸掉 剩下兩顆 一顆二星塞上骰子跟一顆暴風骰子 可是都更流的一個弱點就是 你看我現在其實是沒有攻擊力的 對剛開始如果運氣不好的話沒有攻擊 是很危險的情況 好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會怎麼樣 好我召喚出了一顆暴風骰子 對方現在有 欸颱風骰子 對方現在有顆暴風骰子 欸是叫颶風嗎 還颱風 強風骰子 好目前現在應該是勢均力敵的狀態啦 來 好我召喚出了一顆暗下骰子 不過現在沒有東西可以配合 可以看到我一直在按 召喚骰子 有了召喚出來了 直接把對方砸掉 現在場上有一星二星三星的召喚骰子 這個狀況其實是非常不好 但是呢對方已經被我砸到也差不多 你看對方是一個四星召喚骰子 跟一個二星成長 所以其實這樣的話我還比較有利一點 對方現在已經有兩顆強風了 好吧看情況 緊張了緊張了 應該是OK 對他的強風不夠力 因為我的強 對他的強風不夠力 沒錯好我們就贏了第一局 我真的我下面有我全程的影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是有數有贏的 然後我只是把比較用 因為 因為強 因為暗殺骰子而贏的幾局 前幾局 比較短的局數 來跟大家講 跟大家分享一下 暗殺骰子到底有多麼的浮誇 呵呵呵 好我們就繼續啦 來這是第二局 對方現在拳擊星呢 是只有兩顆冰骰 然後呢我繼續把變成的骰子弄光 唉唷他閃過 唉沒有他沒有閃過 他合上去之後呢 又被我打下來 可是感覺這樣不是很好 對因為他變下來變異性了 他又可以再合 好他這次沒有合上去 一樣 二星跟二星的暗殺 砸掉對方一顆齒輪骰子 現在對方只剩下兩顆 而我有四顆颱風骰子 應該是OK啦應該是很穩 很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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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還有一顆二星的強風骰子 應該是這局應該是穩定的穩定的 好對方應該是禁不住了 因為只有兩顆齒輪 要打BOSS 在初期攻擊骰真的不夠 這會很危險很快就爆了 因為BOSS齒量真的太高了 初期但有幾顆攻擊骰 現在對方還是只有兩顆齒輪 而我這邊是暫時沒有問題 對方兩顆齒輪子正在死死拼活拼的等著 賴著 這邊很我這邊很我 我現在就是等著對方說 對方召喚出了一顆三星齒輪 可是也沒有用 因為太 他沒有黏在一起 而且已經來不及 齒輪有個弱點 他的攻速太慢了 如果怪物疊起來的話 其實齒輪就算再搶 也沒有辦法把他推回去 很難啊很難啊 很難很難 現在穩穩的穩穩的穩穩的 他把這一波壓制住了耶 來 這一波應該不行了 因為他的王還在 王還是蠻血的 好王慢慢的過去了 好直接碾爆 好過去來我們直接看下一局 好 接著是 這個是會召喚小王的 小怪的Boss 會召喚小怪的Boss 然後一開始我沒有拿到 我一開始沒有拿到暗殺 不過我有兩顆小手傘 所以OK的很穩 再給我一顆 再給我一顆暗殺傘就OK 對方現在有一顆召喚傘 惡心 我現在就祈禱他召喚成長骰子 成長骰子成長到不好的東西 這樣的話我就更穩了 好 幹怎麼又是小丑 對方的成長二星變三星 這樣我覺得在初期不是很好 因為對方你看只有兩顆破防 跟一顆成長 完全沒有傷害 其實我跟你講還沒用到 問一下還沒用到召喚 你還沒用到功能 我這邊是有四顆齒輪 所以初期的怪盒 我這邊是沒問題 對方把他 欸沒有那三星變四星的破防 感覺有點緊張 等於是他現在破防是主力在攻擊 唉唷我召喚過去了 那等於是這局穩贏了 因為他這個情況下還被我 還被我的那個暗殺給處理掉 處理掉幾顆 然後再暗殺一次 對方還是只有一顆四星破防 跟一顆成長還有一顆一星的破防 欸不是成長 欸是成長骰子 還是聖長骰子 好沒關係一樣 然後變成兩 養份骰子沒有用了 已經過了已經爆了 其實我暗殺的有很失前期 如果前期沒有辦法 碾爆別人的話 我會先看對方牌組 如果對方牌組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初期就碾爆他的話 我就會斟走到後期 因為我還有放一個召喚 所以代表我的骰子的數量上面 也會比一般的多 可是可能沒有像成長骰子那麼多 可是我放召喚的原因就是 我希望他可以召喚出 那個不要太高興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不要太高興的暗殺骰子這樣 好現在對方是用電改 現在這一版的電改很像很強 我有體驗過一下 可是我還是喜歡用齒輪啊 對 好一樣 我用召喚骰子召喚出了一個 召喚出了暗殺 你看這就是我要的 再把它黏過去 可是打到對方的祭品骰子 你知道祭品對暗殺 其實是蠻尷尬的情況 因為祭品骰子你把它幹掉的話 還是可以給對方錢 你可能要挑要斟酌一下 如果對到祭品骰子 我不會太常放暗殺 就是一開始我不會太會放 我會等到後期再放暗殺 好現在我的齒輪已經連在一起了 對方呢 目前也是沒有任何的攻擊骰子 只有生長骰子跟養分骰子 還有一顆祭品骰子 我現在這邊應該要穩穩的 然後他沒有辦法召喚出攻擊骰子 他攻擊骰子也是齒輪 所以一開始的話也不會多強 好這一局應該是穩的 沒錯 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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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過 來下一局下一局 好因為我這邊挑了五局啊 因為時間上限制 如果想要看局的話 可以去下面看 然後我這邊挑了一局呢 是對方跟我一樣呢 是有 是有那個暗殺骰子 而且對方是召喚 我的召喚骰子 他換成成長骰子 而且他還搭配一個適應 其實跟我一模一樣 只是召喚跟適應是不一樣的 然後他還給我一個 挖鼻孔的手勢 真的很嗆 然後他的攻擊骰子是颱風 我的攻擊骰子是齒輪 好我先用召喚骰子 跟他拼一顆召喚 然後我召喚出了一個暗殺 沒有用 喔他現在已經兩個 兩個颱風骰子了 喔他還有 他還有那個 元素骰 元素骰是我目前唯一 還缺少的 還缺少的傳說 希望可以考驗到 好把他拆掉了 現在對方 哎呦召喚出來 因為對方的 對方的狀態其實跟我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對方很嗆 一直挖鼻孔一直挖鼻孔 你看這時候我就先忍著 先補給他 暗殺骰子丟過 因為丟一星的其實很浪費 丟一星跟二星很浪費 所以我希望是丟他三星比上的 我目前是這樣想 對我目前是這樣想 好繼續 我現在的齒輪 我現在是偏弱勢喔 因為我的齒輪沒有連在一起 而且齒輪只有一星跟二星 好比較緊張一點 我的暗殺骰子已經準備好了 不過我不知道我這個時候會不會丟 因為我就是後製錄上去的 所以我也是自己在看一次自己的影片這樣 好這邊有一個三星 三星召喚 我感覺有點緊張 我這樣算很弱勢很弱勢 然後對方已經有兩顆成長骰子 還有 還一樣兩顆兩星的颱風骰子 而且很穩很穩 好我現在把他的成長骰子往下打 打掉了 可是我召喚出一個三星齒輪骰子 好像沒什麼用 因為他沒有連在一起 齒輪骰子就是他連在一起 雖然他攻擊很強大 好這個時候已經把齒輪骰子升到二星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 我的攻擊已經不夠強了 不夠強了 好再撐著再撐著再撐著 好我現在已經放棄攻擊他了 我現在把我的版面全部塞滿齒輪骰子 因為大家知道齒輪骰子 就是要連在一起才強 他連在一起的威力真的是超誇張的 普攻到最後可以一顆快要兩千 將近兩千你知道嗎 一下喔一下喔 普攻喔 不用暴擊喔不是暴擊喔 好我現在是非常的弱勢啊 這個情況我現在召喚出了一個暗殺 可是現在對我來說暗殺已經沒有用了 對方還有三顆成長骰子 唉唷他成長變成 小丑小丑再改他變成暴風 唉唷成長又變暴風 對颱風颱風我一直講錯名字 暴風是大兵 對這遊戲的名字我等一下一直記一下 因為他名字都太像了 可是效果確實是完全不一樣 根本就是另外一顆骰子的名字 現在對方好穩喔 對方有六顆 六顆二星的颱風骰子 而我呢只有一堆齒輪骰子 而且只有兩顆兩顆骰子 喔有了有了有了 我的召喚出一個小丑把他連在一起 現在感覺我應該是跟他勢均力 因為小丑骰子真的是很扯 喔 暗殺掉他的一顆颱風骰子 然後我把我的小丑呢 把他全部連在一起很好很好 我的小丑 我的不是我的齒輪骰子 全部因為小丑骰子的關係 全部連在一起 欸為什麼我變那顆呢 我也突然沒有意思 啊我用了召喚嗎 我現在召喚一顆一星的骰子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唉唷有人回應了 來我先把他馬賽克講 沒有 唉唷 好我現在應該是全版面的小丑 全版面的齒輪 全版面的齒輪 只有兩顆沒有 我就這樣ㄍ著 如果我這樣比起來的話 我現在傷害是會比 會比他的颱風還高 對高很多高很多高很多 只是我等級還沒升起來 我等級現在是4 還沒升到滿 他已經升到滿了 好ㄍ一下ㄍ一下 因為畢竟我是事後砍牌 所以我已經其實知道這局會贏了 只是想看一下我當時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因為對方也是跟我一樣 對方 而且對我發現對方都沒有用使用到暗殺骰子 對對方的暗殺骰子都沒出來 原素骰子的傷害真的好爽喔 一整排過去 對方的三星成長 他還在ㄍㄧㄥ還在ㄍㄧㄥ 他想要嘗試看看 沒有 沒有 對方沒有召喚出元素骰 如果他現在有元素骰 五星元素骰我就真的很尷尬 好啦好 我現在就是直接跟他ㄍㄧㄥ 直接跟他忍 我已經不等了 不做任何反抗了 因為我現在只要一升級的話就尷尬了 好 應該是穩了 OK 好這樣 我終於到七星了 呵呵呵呵 終於到ㄟ七 不是七星阿 七階 七階 好七階可以領一些寶箱 喔終於可以領到第一個傳說箱了 可是這個閃子我不常用 這個 這兩個閃子我都不常用 死亡之箱阿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I 我們下次再見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歡迎訂閱一下